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第四阶段的第一节课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两节课的内容 那么之前前两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机器学习中的第一个算法 也就是说决策术Decision Tree的算法 它的理论是怎么工作的 并且我们结合了实际的实例 跟大家介绍了在Python中如何调用Decision Tree相关的包来进行解决实际问题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将跟大家开始介绍第二种机器学习里面非常重要的解决分类classification的一个算法 叫做K-nearest neighbor 也叫做临近取样算法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大纲 本节课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最临近规则分类 英文叫做K-nearest neighbor 简称KN算法 那么还是像以前一样 我们首先跟这节视频课跟大家介绍这个算法 主要的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它是怎么工作的 在下节课呢,我们将结合Python给大家来介绍 在Python中的SK-Learn的库中如何调用这一个算法 如何使用它 并且我们将跟大家介绍如何用Python来实现KN这根算法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综数 这个KN这个算法呢,是学者Cover和Heart在早在1968年就提出的一个算法 那么它呢,这个最初的这个临近算法呢 它也是发明为了解决分类 也是classification的问题 这个算法呢,在规律来讲呢 会被规于这个基于实力的学习 也就是叫Instance Based Learning 或者有的另外一个归类的方法把它称作Lazy Learning 也就是懒惰学习 那么为什么把它叫做Instant Based Learning呢 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学习是根据这个实力来进行的 懒惰学习呢,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 Lazy Learning,为什么叫它懒惰呢 是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个训练级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见任何的模型 而是在我们当开始归类,对于一个未知的实力来进行归类的时候呢 我们才来看根据它和之前我们已知类型的比较来给它归类 也就是说,有点像有的学生 他开始平时考学习上课的时候呢 不好复习 等于马上考试前一天呢 他才临时抱佛脚 所以呢,这种方法呢叫做Lazy Learning 简单的说就是在开始 他并不见任何广泛的模型 而是在在我们进行测试 要给测试集的每一个数据进行归类的时候呢 我们才具体的比较它和训练集这样的关系 给它及时的进行分类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叫做Lazy Learning 反多学习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 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一个电影集 我们这时候有一个任务 就是说要给不同的电影来分类 因为电影比如说它之前是有很多类别 比如说有一类叫Romance 是这种浪漫的爱情片 还有一种比如说叫Action 这种动作片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每一个电影呢 我们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讲的 对于每一个电影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的 我们的任务现在是要给它归类 那么对于实例中呢 我们可以提取不同的特征值 好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数据集 假设我们提出了两个特征值 一个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主角 它的打斗次数有几次 比如说这个有个电影叫California Man 它打斗次数是三次 然后呢 接吻次数是几次 比如说104次 那么我们这里呢 对于每一个横行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电影 也可以称作是一个实例 那么这一行呢 里面我们有一个二维的这个feature vector 也就是说我们的实例向量 是吧 因为这里只有两维 一个是打斗次数 一个是接吻次数 好 同类我们有第二个实例 第二个电影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 第六个 一共六个电影 我们这个小数据集 一共六个电影 这时候假设我们有一个新的电影 它呢 我们知道它的打斗次数 和接吻次数 也就是说 它的特征值 我们是知道的 那么它的分类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给它进行一个预测 根据之前的这个训练集 我们来学习一个分类的概念 并且给这个未知的新来的一个电影 根据它的特征值 来给它归类 好 那同学们可以猜一下 这个电影应该归于什么类呢 假设我们有这两类的话 我们看到之前的电影 接吻次数比较多的时候 好像往往被归为这个爱情片 然后底下这个打斗次数比较多的时候呢 往往被归为这个action 也就是动作片 那么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未知电影呢 因为它是18次打斗 90次接吻 那么恐怕我们要把它归为这个爱情片 是吧 但是我们怎么通过具体的一个算法来实现一个精确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算法来给它归类呢 那么我们就要用到这个knn 我们下面会给大家详细来介绍这个knn的算法 并且结合这个例子 我们之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来对这个未知的电影 跟你来进行归类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如何把这个电影这个例子模拟成一个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比较广泛的模型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电影 我们可以把它模拟成一个实力点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电影 它是空间中的一个点 比如说第一个电影叫做A点 第二个电影是B点 等等 那么呢 对于每一个点 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的特征向量 在这里是一个二维的 但也可以是多维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每个点都可以把它抽象成特征一个空间中的一个具有多维的一个特征向量 那么呢 它所对应的这个标记的这个归类值是我们的目标 好 那我们之前这个电影就可以把它模拟成空间中的不同点 每一个点 它其实是一个以特征向量为表示的一个值 然后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给它来去归类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种问题 我们如何用KN的方法来解决 那么KN这种算法呢 它呢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有三种这个颜色的豆子 比如说我们有绿豆 黑豆 还有红豆 对吧 那么假如说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豆子 我们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 那么我们怎么来归类呢 我们直接上来讲的话 因为它处在这个黑豆比较近的地方 是吧 那可能是因为 应该是归为黑豆 那么我们如何具体精确的来给它归类呢 其实这就是KN产生的一个起点 就是说我们来看 离这个我们要归类的这个豆子 这个未知的实例 最近的那些邻居们 他们的类别属于哪一类 然后根据这些邻居的类别来给它进行归类 也是一种非常简单 直觉上好理解的算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算法的详细步骤 首先呢 我们为了判断未知实例的类别 以所有已知实例的实例作为参考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一个豆子 不知道它是哪一类的 那么我们根据已知的这三类豆子 给它进行参照 好 第二是选择参数K 这个K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了 对于任何一类未知实例 我们将选取它最近的 以知实例来进行归类 那么最近的实例我们要选择多少呢 距离最近的 好 我们就有一个参数K 就选择K一个这么多 那么K的大小值范围怎么定呢 通常K的值不会太大 比如我们可以选取一三五七作为考虑范围 但是呢 对于K来讲 我们是通过实际的实验测试 根据一三五七和一些比较小的值 对于实验测试来进行这个参数的多化 看对于哪一个K来讲 这个参数 这个预测的结果的精确度是最高的 来选择K 好 计算 下面一步是计算未知实例 与所有已知实例的距离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对于新来的一个实例 我们要计算它和每一个 我们已知道的实例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然后呢 选择K个最近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想让K定为三 那么我们把所有距离都算出来之后 我们要选择三个最近的距离 并且看这三个点 它们属于哪一类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 也就是说 根据majority voting这种方法 让未知实例的归类 跟那K个 也就是三个里面的多数的类别 为同一类 好 首先我们讲一下细节 首先关于K的选择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 我们要选择距离这个位置目标 实例最近的K个 那怎么来衡量这个距离的远近呢 当然这个距离有很多种衡量方法 首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种 最常用的方法 也就是叫Euclidean distance 它是怎么定义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如果之前学过一些解析几何同学 可能能看出来 它其实就是简单的平面上两个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个平面上有两个点 一个P1 一个P2 对吧 那么P1的坐标 横坐标是X1 重坐标是Y1 P2的横坐标是X2 重坐标是Y2 那么呢 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是 它们横坐标X2和X1的差的平方 加上这个重坐标 也就是Y1和Y2的差的平方 把它们两个差值的平方加起来 也就是求和 之后我们再开方 那么就作为这两个点之间的 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它们之间的距离 当然呢 这个这个例子 我们每一个点 它是用一个二维坐标来代替的 也就是它的维度是2 其实呢 它可以广泛可以推导 推导出每一个点 它可以是一个多维的数据 比如说它有N维 那么呢 我们同同类似的方法 也就是说 对于两个点 每一个对应的维度求X 它们的平方求和之后呢 再开放 好 就是这样一个定义来定义的 这个Euclidean distance的方法 我们通常用这种方法 来对天人中距离进行衡量 那么当然我们有时也用到一些别的方法 比如说 还有一些常用的距离衡量呢 有余选值Cosane 还有一些相关度 比如统计上的这个Pierce correlation 还有一个就是曼哈顿距离 什么叫曼哈顿距离呢 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纽约曼哈顿 这个金融中心呢 它这个街道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全是横平数字的 都是正南正北的这样 那么曼哈顿距离的得名就是从这来的 也就是说在算两个点之间距离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求直线 而是看它需要走过多少个街区 比如说我们走过一个街区 两个街区 三个街区可能 然后在纵向我们走两个街区 那它的距离可能是五 也就是说 这是另外一种衡量距离的方法 叫做曼哈顿距离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 以刚才我们电影的这个数据 小数据集为例子 给大家来详细的解释一下 怎么来进行通过KNN这种算法 来进行归类 好 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六个点 作为我们的训练集 那么我们有一个未知的点 叫做G点 那么这个G点呢 它的点类型应该属于什么呢 我们来重复刚才这个KN的算法 来详细给大家来计算一下 我们如何执行这个算法 好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步要算出来 G点到每一个训练集中点的距离 也就是说 F点和G点 通过U clean D点 Distance来衡量它的距离是多少 同理呢 我们要算出G点和E点的距离 G点和D点的距离 G点和C点的距离 还有B点和A点 也就是说 我们要算G点到每六个点中的一个点子 这六个距离分别是多少 好 为了简单的我们在Python里面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来算一下 写了简单一个函数 我们不用手算了 给大家来计算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计算过程 好 首先我们定义在Python中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函数 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函数的名称叫做Compute Euclidean Distance 也就是说计算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那么我们假设有两个点 每个点都是二维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点的坐标是X1Y1 第二个点的坐标是X2Y2 那么我们就用X1减去X2 对它进行平方 平方之后呢 我们对Y1减去Y2 这个差值也做平方 我们用到调用到这个Python里面自带的一个函数 这个数学库 Math 这个Power的意思 也就是说前面是比数 这个X 后面呢是它的几次方 我们填入2 就是平方的意思 好 在这两个平方求出来之后呢 我们求和 求和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开方 也就是用这个Math.Square Root 来开方 来求出这个距离 对吧 在求出距离之后呢 我们返回这个距离就好了 好 就是简单的一个来计算Euclidean Distance的一个函数 下面呢我们来实际调用一下这个函数来计算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首先要计算这个A点和我们要求的这个位置点的G点之间的距离 好 那我们输入也就是A点 它的X1坐标是3 然后Y1呢是104 好 那对应的我们的要求的这个G点的话 它的X1坐标是18 然后呢 Y1坐标是90 好 我们就依次把这四个数填入我们的参数值 我们定义新的这个算出来之后的这个距离为D 也就是说我们得出来的这个A和G之间的它的Distance 它的距离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哈 结果我们可以打印一下出来 我们说Print D A G 有一个名字是吧 D A G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多少 好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20.5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依次把每一个点到G点的距离都算出来 为了简单呢 我们现在就 把刚才调用函数的这一行代码来copy一下 然后把里面的数值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 因为我们要算六份 所以我们copy六份 A B C D E F 好 我们把里面的参数值改一下 比如说B呢 我们的值是 2和100 C点呢 值是1和81 下面的一个是101和10 接下来呢 是99和5 在下面一个是98和2 好的 下面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六个距离结果都打印出来 我们应该使用这个COPY和PACE的方法 简单的修改一下 因为它们的格式都类似 好 所以是B点C点 好 所以是B点C点D E F 好 我们刚才多COPY一行 把这一行删掉 这里呢我们也相应的改成这个B C D E F 好 我们先打印一下这六个距离分别是多少 好 我们看到分别是20 18 19 115 117 和118 那么比较这六个数值 我们下一步要选择最近的三个点 距离最近的 假如说我们现在K是3 所以呢 我们看到我们最近的三个距离是哪三个呢 那就是20 18和19 这里呢 它刚好对应的就是ABC三个点 那我们现在去查询 ABC它们三个点所属的类型都属于这个Rowlands 也就是爱情篇 所以呢 我们就离当把我们现在需要归类的这个未知数据 G点归类成这个Rowlands 好 大家看到这个KN的方法是怎么工作的 当然说 假设我们要归类的距离最近的三个点 其中有一个是属于Action 也就是动作篇 那么那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归类呢 其实答案是 我们是通过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两个最近的三个距离中 有两个是爱情篇 而一个是动作篇 那么我们仍然把 因为一小于二 我们仍然把我们要归类的这个未知点 也就是G点 把它的类别归类为这个爱情篇 好 希望通过这个例子的同学们 对KN的算法 它的理论 以及它是怎么来被执行的 有一个更加深刻和详细的了解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算法 它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因为之前我们在跟大家讲 机器学习的时候也说 在评估任何一个算法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多方面来给大家 来衡量这个算法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根据这些优点和缺点 它们各自适用来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从这个图上来看 这个图代表空间中的有两类的样本 一类我们假设 我们可以看到是用蓝色的方格来表示 另外一类用红色的三角来表示 那么这是两类的一些不同的实例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实例 用这个绿点来表示 那么这个新的实例 我们应该给它归类为蓝色呢 还是红色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把k取之为1 也就是说我们只看了 它最近的一个邻居的颜色的话 那么从肉眼来观察的话 可能是这个蓝色 所以我们就归为蓝色 那大家想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把k归为 这个距离稍微大一些 假设我们k选择4的话 我们看到这里面包含了一个蓝色和三个红色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点 它的类比要划分为这个红色 那么假设我们把k再扩大一点 扩大为9 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半径 我们看这个外面这个大圆半径 这个里面有9个点 总共 一共有6个红色的三角 和3个蓝色的方块 那么因为3小于6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绿的 又归为红色这一类 那么大家可能意识到 通过这个例子就发现 这个kn的算法 对于这个k的选择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们通常在k等于1的时候呢 它对一些噪音是不是有 不能防止这些噪音会造成一些影响 因为我们如果有很多例子 但是有一个跟它很近的话 我们只会看到一个例子 所以通常我们会增大k 来增强它对噪音的这个见状性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算法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首先呢 这个kn的算法 它的优点也比较明显 首先就是说 同学们也看到 它这种算法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理解 而且呢 我们要实现起来也很容易 并且如果通过k值的增大 我们可以 使它具备一定的见状性 在有噪音的数据下 那么算法的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呢 有几个 第一 就是说 我们呢 需要大量的空间 来储存已知的实力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 因为我们要比较 每一个点和别的点的距离 把这些距离都要存储下来 存在内存里面 然后来 选出来距离最小的几个点 所以这时候呢 它对这个 因为存储的需要 它对这个空间的算法复杂度 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有三类 是吧 有红色 蓝色和绿色 三类的样本 那么我们有这些已经标策颜色 就是已知的这个实力 假设我们现在要预测这个x 也就是这个以这个x差来表示的这个位置点 它属于哪一类 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如果对于我们选择 假设说k作为5 假设说选5 大家注意一下 这块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般选择k的话 通常会选择基数 也就是1357这样 为什么呢 同学们可能想到了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选择k个值 最近的凝聚之后 要进行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投票 这时候呢 因为如果基数的话 我们总会有一个胜负分出来 是吧 就是说比如说2比3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容易做出一个决定 假设我们选择k等于4的话 刚好是2比2的话 那么我们就打成一个平局 不好分类 所以通常我们跟k负的值是一个基数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假设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选择k为5的话 那么我们选了最近的5个点 有1 2 3 4 和这个点有5个点 那这时候这5个点 其中呢 有4个点都是红色的 只有一个点是绿色的 那么我们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原则 就把这个点应该归红色 是吧 这个例子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假设我们有另外一个点 被标为这个y y点在这 那么同学们假设不用任何算法 就肉眼来观察 这些点的分布 那我们应该给这个x把它划分为哪个类呢 这里比较明显应该会划分为这个红点的类是吧 因为它明显在这个范围之内 红点集中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假设我们现在选取一个k 假设等于一个 某一个值 就是说等于13左右 这时候我们来看 这个k所取的半径大概是这么大 也就是说它最近的在这个圆之内 它最近的这些点里面 我们看一下它分别两类点的哪个点的个数比较多 那么红点只有12345个点 但蓝点有12345677个点 也就是说在这12个点中我们有7个蓝色和5个红色 那么按照knn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个投票法则呢 我们将把这个位置点归为蓝色的点 同学们可能看到这就是一个knn的一个缺点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数据集 它的分布本身不是很平衡 也就是说当某一某一类的数据 它的量远远大于另外两类的时候 比如像这个例子就是蓝色 它占完全主导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数量过多 新的未知实力容易被归为这个主导的样本的群体 也就是说在这个X的例子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X这个新的未知实力呢 实际上未必接近这个样本目标 但是只是因为蓝色的点 它的分布是完全不平衡 占了主导地位 所以我们容易把它错误的归类为 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样本的类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knn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短板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改进呢 后面的很多研究学者也发明了各种各样的 一个knn的改进版本的算法 其中有一个算法呢 就是说我们来考虑一下距离 我们不仅只看这个最近的k个点中 有多少个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法 而把距离考虑进去 增加一个权重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我不光看多少个点离它近 而看每一个点跟它实际的距离大小来增加一个权重 这样的话有个好处就是说离它近的点会得到更大的权重 比如说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用1除以这个距离 这个值作为一个权重 也就是说当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旁边这个非常近的红点 离它很近距离比较小的时候呢 那么1除以这个比较小的分母它这个权重就比较大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蓝色的点虽然多 但是呢假设我们这时候用这个1除以d作为权重的话呢 它权重就比较低 所以通过增加权重把距离考虑进来 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改进kn的算法 在这种情况下呢也许我们就会把这个x归为红色而不是蓝色 好呢 这节课呢我们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机器学习中分类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算法叫做kn 也就是临近样本取样也可以称作最临近规则分类的算法 那么下节课呢我们将着重给大家介绍 如何来利用这种算法进行python里面对它的包进行调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并且会跟大家讲解如何在程序中来实现kn这种算法 好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